很难猜到的男装会显脸小 不是很好看的小球包 太漂亮了 天空 四度不太红色外壳 小的小羊皮 简洁大气 羞和颜色 下球的时候很阳光的感觉 Glora的梦 一个小灯 或者是弩月考验它的板鞋 气息的时候 奶茶素的皮边 磨不开眼 今天就一句 白鞋的纸大线轴 也许考验 只有一个揭晓的答案 最好看的一件大衣 嗨大家 拖欠了你们一万年的 世纪大开箱终于来了 感觉上一次这样给大家拍 开箱还是从欧洲回来的时候 这一年忙忙到到的 真的过得太快了 马上又要到年底了嘛 我就想着大家应该都在计划着 新年还有圣诞礼物 所以我就说赶紧把这个开箱 其实也不是开箱了 都用的差不多了 就是个购物分享 再加上年终的礼物灵感 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给大家提供一点点小思路 那非要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咱们先从这个近的说起吧 上期拍新品 不是来了一趟 说走就走了川西吗 我原计划是到成都的第二天 就直接开上318去川西 结果因为租车的事情 发生了点意外 就耽误了一天 谁能相信去一趟成都 又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屋里真太好逛了 一进门就在LV买了一个 真的很难猜到 它是一个旅行首饰包 这边就是放手表 手镯 这边是戒指耳环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也是 项链吧 应该是可以挂项链的 我猜是这样 我觉得它不仅好看 而且真的挺实用的 因为我每次出门 就是要首饰一个包 然后在手表再放一个小包 就乱七八糟很多个包 而且如果没有把它们 处理的特别妥当的话 还特别容易有花痕 可能也真的是上了年纪的关系吧 就觉得老花越看越耐看 正好它是一个圆筒型 放在那个箱子侧面的地方 也不是很占地儿 接下来这两个样 是在Raflorum买的 其实三里屯的那家店 也是很漂亮的 我们就觉得成都泰国里那家 会更年轻 更有吊吊一点 还有他们那个Raflorum的餐厅 楼梯上去全部都是那个安具 非常有质感 这两样都是来自他们的男装 帽子的颜色我觉得超洋气 就是有点灰灰踪踪 又有点发绿的那种 前条Girls的头发 好不容易给它夹铺 还是这样鞋带的 因为是男款嘛 所以头盔会比较大 就会显脸小 我觉得秋冬用它搭大衣啊 风衣 那天给大家拍照 带的就是这顶帽子嘛 然后把它这样散着 或者是后面扎一个小麻花辫 都会很好看 帽形也好看 然后颜色又会显得气色很好 我帮我从裤房里拿出来一条 复古背带 你们看它的颜色 然后再加上上面的图案 是不是非常的有圣诞气息 我当时一看到这条背带 一下就有我今年圣诞节 该穿成什么样子的那个画面感 它上面是迷路啊 还有一个 南圣诞老人的雪橇吧 这位是谁 我就不太清楚 哎呀是个大燕还是 下面这个皮扣 应该不是真皮的 你们看它扣帕的这个地方 是那种金色 再加上那个刻字 就非常非常的精致 内侧是做了这个logo的压味 大概也给大家这样搭一下 是不是很好看 我真的超喜欢 而且我觉得把它穿在西装里面 也很有雕雕 然后这一件是在红麻将买了一个 高尔夫的羽绒麻将 小的时候就从来不会买这种东西 就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老气 但是还是上了年纪嘛 就突然一下盖到它的点 这件其实我觉得不太像 轰卖家的 现在没有那么喜欢 那些比较小女孩的设计 它在后面会有一个 拼接的毛毛的部分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雕毛 其实它是手感非常好的那种纤维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球包 非常非常的可爱 但又不是那种卡哇伊 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 大家能不能懂啊 侧面这里是这样按扣的设计 这个地方就是那种 什么专业加热保温 还是什么什么的一个材料 这件真的是我这段时间 穿搭频率最高的一件 不管是去骑马 还是去打球 技能保命 而且我觉得又还挺好看 这个小袋子是来自 Dipteak 这次一去到他们家店里 我整个人就 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太漂亮吧 这个也好看 那个也好看 其实感觉这两年买这些 美丽不实用的小东西的概率 真的很少 那这两件就是我看到一定要买的 一个让我停住脚步的 它是一颗蛋的形状 然后上面有一次天鹅 打开里面 它这个转盘的地方做的是一个鼓鼻的造型 当时人家在给我演示的时候 整个人就两眼在冒猩猩 我觉得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浪漫了 再说这个天鹅它虽然是禽类 但看起来没有那么生动 所以我还是OK的 准备把它放在我的那个香水台上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 它好香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可能也是我咕咯吧 我就要嘲笑了 我第一次在他们家看到蜡烛盖 不确定是不是铜柱的 它上面是一朵金属的玫瑰花 它真的好美 而且你们知道吗 它每一朵的花形还有颜色都不太一样 当时那个小小姐从库房拿出来 好几个新的让我挑 最后我还是选了柜台上摆的一个样品 这个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英国品牌 叫镇鸡 诞生于1777年 我还特意留了一个 就是它里面是这样绿色的丝带 就跟它的这个红色外壳搭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圣诞 我觉得把它送给妈妈呀 长辈啊 领导什么的也都很合适 我的这副就是最近拍那个黑色斗篷的时候 戴的也是这一副 它其实是一个机车手套 会比较酷酷那种一个这样楼空的设计 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那种经典款 用的都是这种质感非常非常好的小羊皮 说到手套 今年买的另外一副手套就是 大家看我在川西拍那个披肩的时候 戴的这一副 它是来自爱马仕加的 它是小羊皮和脊皮拼接的一个 我准备他们家那个干液色版 整体的设计就非常的简洁大气 而且和我的这些衣服的颜色包包颜色都可以搭在一起 里面的部分是百分之百的cashmere 都非常的柔软舒服 而且又保暖 这个是一个羊毛吧 对它是绵羊毛不是羊绒 就是摸起来没有那么柔软 但因为它这个刺绣和颜色 这一件我觉得它也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 就是领口有点小 如果再大那么一点点就更好 然后这一点它应该算是一个什么雾霾蓝吧 就是那种灰蓝色 前面这里有一个刺绣标 就还挺年轻活泼的 我觉得打球的时候用它搭卫衣什么的 而且它的帽形也是显脸小的那种 在那里还有一个叫什么 猫风 是这么多吗 它们家普遍的风格都是那种很青春很阳光的感觉 但是我又不喜欢那种太花花绿绿的 刚好看到这一件在左胸前有一个 它还不是白色哦 它是一个深灰色 就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小logo 可能在灯光下还比较明显 后面也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款式 然后在下面这里有一个小包包可以带球 这个面料应该是防风的吧 我也不太确定 到了同学们最期待的Laura的部分 8月15的时候那个VIP的活动 去做的一个小灯笼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气氛图 下面这里还有一只小兔子 这一个是他们家今年Coconing系列 唯一买的一个单品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传进去之后可以踩脚的 当时安卓拿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什么东西啊 它用的是Laura Piana的Baby Roll 它看上去是一个像绿豆糕的那个颜色似的 细看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幻彩线 然后比较粗落的一个工艺在这里 它是这个边边 我觉得这个织法还挺有意思的 想让我的工厂看一下 他们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小手套 那种小套袖 这条的牛仔骨头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绝 乍眼一看它普通的不能再浮通 就真的又印证了那句话 越简单越基础的款式 越考验它的版型和材质 它在胯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弧线 然后下面的地方是收下去的 就真的非常的显瘦 而且显得腿很直 最重要的是它的裤肠也很妙 就是配他们家的那个Summerwalk刚刚好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它上面有一层白白的小绒毛 是因为它这个单凝布里面是含羊绒的 我真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当有一点点短 我都属于比较瘦的嘛 这个是七夕的时候 他们做的一个情人节 上面也是他们家的这个雪松球 就可以把它挂在衣柜啊 又买了一双深色的 他们家浅色的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双了嘛 然后就想说秋冬买一个沉稳一点的颜色 它是焦糖色 然后拼的奶茶色的皮边 骨肩的部分是金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搭秋冬的大衣啊 包包什么的都会很合适 我该如何解释它不是一套睡衣呢 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真似吊袋和一个鱼尾裙 这个小吊袋真的美到我看到它就挪不开眼睛 我们看它这个胸前腰间的镂空 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美 真的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当时还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那个半裙就回去自己配一条 那后来一想这个颜色肯定没有那么好搭上 这个系列还买了另外一条长裙 就是大家看我在首尔穿的西装里面的那一条 这两条的面料都是一样的重磅的真丝 别看我还挺小吃 但是我除了他们家的吊袋和下装 其他都要穿他们家的38码 这条我穿的是40 当时还确认了好几次拿回家 我还跟那个安主说 我是不是拿错了呀 我是属于看起来瘦 但其实肩膀比较宽的 但是40也太夸张了吧 仔细一想就是我穿这条裙子 它会有一种既飘逸又贴身的感觉 就很玄妙你们知道吗 就真的是因为它这蝙蝠袖的这个地方够大 然后腰线和臀部这里的那个版型 修饰的非常非常好看 就有一种不经意间很显身材的感觉 这条裙子真的把真丝这个面料 所有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我封它为年度连衣裙 这个是那个包盒 里面是这只粉色的小双肩包 这个颜色真的太美了 其实一开始我在香港看到它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现货 我还犹豫了一下 但是后来越看这个颜色越好看 这只应该是小牛皮 但是非常柔软的那种 我这个包里面会一直放一擦小白鞋的纸 是因为我老是不经意的 就会穿深色牛仔裤背这只包 肩袋也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然后容量我觉得也够大 接下来这个呢 买回来第一个拆开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它在我家的样子 Larpiana的一个蜡烛 橡木的盖子 然后底托的部分也是橡木的 今天就是石蜡和 我不知道这个是羊毛还是羊绒 有三个味道 我印象里区别不大 我就根据我最喜欢的一个外观来挑选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它这个造型 看起来很像一个大线轴 我现在这个纺织女工的身份非常符合了 所以我觉得放在家里也很有意义 接下来这个 大家应该会有点眼熟 川西拍那个人群的时候 戴了一个帽 它这个主体部分是一个灰紫色 毛仔细看它还有好几种不同的质感 就是有绒绒的 也有一条一条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每一顶的毛边大小 好像都不太一样 我这顶是我目前见过最大的一个 你看这个模特带的这顶 是不是好像还没有我这个棚 就是去南极北极考察的时候还挺合适的 不仅看起来非常温暖 甚至还有点热 下面的这个呢 就真的是买了到现在 放在那一栋没动过 所以说咱们国内只有一个 这还不是给我自己买 好 那我们现在来揭晓的答案 这个是买给胖虎跟饺子的圣诞礼物 它上面这个灰色部分的面料是山羊绒和蚕丝 下面这个非常漂亮的棕红色的部分 是羊皮的那种繁荣 就是挤皮面 前面这里有一个logo的小古丁 超级可爱 当我以为这样就结束的时候 我的扫子小哥哥说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软吗 我愣了一下 然后他说 因为这个里面的填充物是羊绒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好啊好啊好啊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 这一件呢是干妈的宠爱 一天我们一起去逛街 然后干妈给我买了 这件白雪公主大衣 这件应该是人家今年个人认为啊最好看的一件大衣 他们家的衣服就有一种摆在那你看非常简单非常基础的设计 但只要一上升版型真的拍手焦绝 是用的Laura的Baby Cashmere 非常非常的细腻柔软就很想和它贴一贴 颜色呢也是那种很柔和很高级的奶白色 它这里还是有一根腰带的 我觉得不管敞开还是把它系上都非常非常好看 敞开就很随性 系上之后这个领子重叠在一起就很优雅 我觉得翻领的话反倒稍微有一点点老气 穿搭方式也有很多种可能 就是搭配那种简单的浅色牛仔裤和衬衫也会非常非常好看 淑女一点的话就搭配那种短裙啊中裙或者短裤什么的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耐心的收看 希望能对你们有一点点小帮助 我们下次见